2023开春迎来科技界的大震撼 以AI自然生成技术的聊天机器人 ChartGPT来了 仅仅上线5天就累积超过100万会员登录 网站还因为大量需求而荡机 使得其所属公司OpenAI立即扩充升级系统 这套强大的ChartGPT是微软投资数十亿美元 由特斯拉的伊隆·马斯克与OpenAI的首席执行长 桑姆·奥特曼于2015年成立的OpenAI公司 所开发出来的生成式AI技术 ChartGPT是Chart Generative Pre-Training Transformer的缩写 是一种深度学习的AI自然生成技术 除了透过阅读巨量资讯的危机百科外 更透过网路上来自各个角落的海量资料 以及Twitter的内容进行学习训练而产生出来的AI训练模型 目前已经可以轻易地完成一篇简单的文章 报告、email甚至与你应答任何的问题 ChartGPT是透过自然生成式的前级训练理念 所开发出来的第三代模型 透过自然生动的口语化来与人对谈交流 除此之外 它还会纠正你的语法 协助你将困难的文章总结重点 将影音内的内容转换成文章 也会修正你的程式码 从2021年11月首次开放Beta版测试 目前线上推出的GTP3.5版 与以往其他的聊天机器人 透过字面分析语意 再去捞已经建立的答案资料库来回复的概念 有很大的不同 ChartGPT的深度学习 采用称之为人类反馈的RLHF来强化学习 成为了一套可以理解你的文字 并与你自然交谈的语言系统 国外媒体更将其描述为 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有用的聊天机器人 我们实际上线测试了一下它的反应 透过三四个对谈 呈现了它的强大能力 首先我们先让ChartGPT 写一篇关于ASIS赞助世界杯除球赛的新闻稿 再来我们让ChartGPT写一篇力临进军欧洲市场的新闻稿 一开始ChartGPT因为资料不足请我们提供资料 我们让它参考网址 接着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再来我们让ChartGPT写一篇黄生科技 捐助一千万关怀弱势的新闻稿 最后我们让ChartGPT写一篇介绍我们杂志的开发信 看过了ChartGPT的强大 你是不是也会想到 当这套ChartGPT的能力逐步完善后 会对社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反应 例如在国外已经有程式人员 使用ChartGPT来代写程式 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中 学生透过ChartGPT来答题 竟获得了西加的成绩 让校方为之震撼 说明尼苏达大学 说明尼苏达大学 说明尼苏达大学也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专门处理ChartGPT的问题 甚至有教授开发一套AI软体 来分辨学生写的文章 是不是由ChartGPT生成 此举也被形容成用AI监督AI 除此之外 还有社群专门针对如何避开OpenAI的内容审核 进行研究与讨论 以此来避开ChartGPT的道德准则 而令人担忧的 就是生成伪造的影音与图像 例如OpenAI公司推出的另外一套AI运算技术 可以透过简单的文字叙述 产生前所未有逼真影像的Dali2图灵生成技术 根据海外媒体报导 已经有人透过Dali2生成的图片 放在知名图库网站销售 跟专业的摄影师与平面设计师 竞争销售影像图片 其他的诸如挖掘个人隐私 入股内容与宣传 而最后最直接的影响 便是导致内容创作者失业 OpenAI公司在其发表的声明内容中提到 目前推出的这个版本还是测试版本 提供的内容不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还有很多的资料来源没有确认过其真实性 虽然如此 透过目前ChatGBT回答的内容 却也容易让人们误以为其真实性相当高 对此 OpenAI公司透过API来协助开发人员审核系统 将违反内容政策的内容 例如非法的或不安全的内容修改或删除掉 或许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 但对于更正确的内容会有帮助 尽管有这么多的顾虑与限制 但科技界的人士普遍认为 这种深层式的AI人工智慧技术 将定义未来人类在网路上的互动模式 甚至有人形容这是Google的末日 纵然如此 但ChatGBT也会有正面的影响 例如一些必须24小时待命的客服人员 可以透过ChatGBT的生动回答 让这些客服人员不需要待命那么久的时间 也可以帮助一些没有行销编辑能力的企业主 进行宣传及撰写文案 目前ChatGBT提供免费问答的服务 读者们如果有兴趣 可以自行上ChatGBT的网站登录会员 体验这神奇科技的魅力吧